尊敬的新老朋友 大家好 河北唐山迁徙马树山的案子 相信您也知道 因为实名举报当地的县委收集和组织部长 被无端刑拘 而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便以诬告陷害诽谤罪被公诉 好在有经济观察报记者李威奥及时的报道 再加上成千上万热心网友和自媒体人的支持和鼓励 惊动了最高人民检察院 目前已经撤诉 而且不再起诉 如果没有这些 那马树山一定会被定罪收监 一点都不用怀疑 大家是否还记得呀 在网络发酵期间 千禧县公安局还发过通告 要严厉打击所谓的网络犯罪 想想的后怕 真不知道现在的监狱里 有没有有多少像马树山一样 正常监督举报的好人被抓被判 细思极恐 应该说这个好人马树山 因为幸运重新获得了自由 也不难看出 本案的快速抓捕立案到起诉 明显是有一股很强的势力在推动 本案的被举报人 千禧县公监法的顶头上司 唐山市人大副主任 千禧县县委书记难辞其咎 也有一些人为李贵傅说话 说他不了解马树山被抓被诉的事 是下属害了他 鬼都不信 因为更多问题还在调查当中 不好说问题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就目前来看 这个马树山已经无罪 但他是否有功 还可能需要等待纪检调查的结果 我们相信纪委监委一定会给出真相 也一定会让所有违法乱记的行为人付出代价 对于如何定位马树山这个人 我想表达一下我的观点和看法 目前来看 这个马树山就是一个正常人 普通人绝对不是坏人 如果这样看的话 我个人感觉 咱们还是小看了马树山 我们生活当中 你我他都是普通人 都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不正之风 甚至违法乱记的行为 您举报了吗 特别是一些共产党员 党当中明确规定 要勇于同一切不良倾向作斗争 您做了吗 原则呢 党性呢 然而这个马树山呢 就做到了 而且做的义无反顾 做的光明正大 虽然说冒了风险 但也验证了公安的破例 验证了检察院的高效 可惜啊 这些破例和高效 都用错了地方 甚至涉嫌执法犯法 马树山最后被撤诉 不起诉 证明他不是坏人 不是罪人 还是一个好人 更证明 他是一名合格的中共党员 进到了敢于同一切不良之风 做斗争的义务 马树山的这次举报 风险极大 很有可能啊 就让他失去幸福 甚至丢掉性命 但是他没有畏惧勇往直前 也许啊 他本人可能根本就没想到 李贵副书记有这样的破例 更没想到千兮宪攻坚法 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 公开的一权谋私执法犯法 马树山为的不是自己 而是人民大众 是公平正义 马树山的这种境界 这种胆量 这种大公无私 不是咱们普通人能做到的 就这一点啊 就非常值得敬佩 假如被马树山举报的 李贵副书记 郑彦华部长 真的在人事任用 城市建设等工作上 存在决策性的失误 有严重的腐败问题 那马树山就不仅仅是个普通人 是一个好人了 他就应该是个功臣 就应该是新时代的楷模 就更值得党员学习 就更值得全中国人民学习 我相信我们的党 我们的政府 是经得起人民的监督的 理论上讲 领导的权利是人民给的 理应接受人民的监督 因为为人民服务 执政为民 就是党的宗旨 就是政府的职责 在这个物欲横流 道德有些滑坡 人心有些涣散的今天 这种精神就更显得难能可贵 为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为了民族的未来 我们的党更需要 马树山这种精神 这种人 对于马树山这样的功臣 楷模和英雄 我们的党 我们的人民 是不会也不应该麻木 不应该无动于衷 应该让马树山这样的人 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肯定 甚至像建议勇为一样 给予奖励 我感觉这种鼓励和支持 它的社会意义 可能会更大 您觉得对于马树山的行为 是不反对不支持啊 还是应该大力提倡 鼓励支持呢 就是这种鼓励和之下的